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澳财的一个全新的视频栏目 这个新的栏目呢 我们把它起名叫做首席说顾名思义呢 这个栏目呢 主要是由我来讲的 那么呢 我的名字叫OriH 英文名字叫Julius 那么熟悉的朋友呢 知道呢 我是我们澳财和博满的首席分析师 所以呢 就把这个节目的这样定下来了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和我们过去的一些节目不大一样 我主要呢 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直接的 在澳大利亚投资市场上的一些看到的东西 给大家一些我的看法和分析 希望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么在今天的第一次的内容当中呢 我主要会讲的是两个上市公司的股票相关 因为我们知道呢 目前就二月份之后呢 澳大利亚股市呢 来到了整个的半年报的财报季 从这个星期开始呢 已经陆陆继续有不少公司公布了新的财报 那么在这过去的一周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有意思的财报呢 我选取了两个公司 这两个公司属于同一个行业 分别是Temple Webster和Nick Scully 他们都是澳大利亚比较主流的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家具的公司 主要是以销售家具为主 那么呢 同时呢 这样的公司有巨大的差别 前者呢 是一个线上的电商 这样的一个家具的概念 而Nick Scully呢 走的主要的呢 还是以传统的实体店为主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 作为线上的家具电商呢 Temple Webster呢 在他的网上呢 更多有一个平台的作用 在Temple Webster网上 所销售的这些家具啊 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三方的产品 并不是Temple Webster自己的品牌 而Nick Scully呢 他的销售产品呢 会有更多呢 自己贴牌的产品 也就是说呢 从上游这个订货 到这个物流运输 到放到实体店铺 再到本地运输的这一条线呢 Nick Scully呢 是比较贯穿整个的 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 只有制造的 基本上是外包的 而Temple Webster呢 绝大多数的产品 甚至都不是自己 运到拉利亚的 也不是自己下单的 而第三方的品牌 他更多提供了一个平台 那么这两个公司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 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Temple Webster 那么呢 从他的总体财务表现来看呢 是保持一个倍数级的增长 这个增长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喜人 那么无论是他的收入 他的利润 等等的表现都非常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处于一个比较正面的循环当中 也就是说呢 他的利润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呢 是要超过他的 整个的这个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说呢 他是有比较好的 这个边际增长效益的 因为呢 他的这个固定成本呢 没有太大变化 而所以他的销售的不停的 快速增长呢 使得他的整体的这个 收入率或利润率呢 开始出现了进一步的增长 那么其中呢 特别重要的点是在于说呢 根据最新的财报呢 Temple Webster呢 自己所销售的自由产品 所占的比例呢 也有所增加 有此前的这个同时期的可能18%左右 目前呢已经变到25%左右 那么如果这个方面的这个自由品牌的销售 进一步增长的话呢 会给Temple Webster 他的这个整体的利润率呢 有所增加 那么从各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公司的增长呢 显得非常的强势 而且持续性非常的好 公司呢也透露呢 在今年1月份 他们的线上销售的数字呢 比起去年1月呢 又是翻了一倍 难怪呢 很多人呢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股票 那要说这家公司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它主要的核心挑战在利润率呢 没有那么的高 这个呢主要是由于它的这个平台属性 自由品牌相对更少一些 但是呢 作为一个电商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用户的体验度 包括了大量的这个用输的这个速度 以及呢送货的这个退货的流程等等 从最新公布的数字来看呢 用户的满意度呢一直在上升 而且呢 无论是活跃用户 还是呢这个回头客 这样的这个数字呢 表现呢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整体来看呢 TPW 也就是Temple Webster 整体的表现非常好 而且呢整个表现是比较符合电商 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候的这些势头的 所有的一切都说明这个公司在一个正轨之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 Nixcally这家公司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具的公司 主要是靠实体验的销售 那么他的表现其实也非常好 因为整个行业本身都表现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记录销售呢 增长了百分之将近六十 那么销售的收入增长呢 确实只有24% 或者说确认销售收入增长 这主要是因为呢 记录销售呢 是顾客下订单之后就被记下的 但是呢实际的销售收入呢 是需要等到这个货呢 运到了顾客的家里 那么Nixcally我们刚才介绍过 他的商业模式呢 是虽然他的制造是外包的 但是呢从外包制造商做完之后的 一系列的运输到国内 后面所有流程都是他自己的 或者是他自己贴牌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由于疫情影响呢 目前国际物流和货运呢 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呢 直接导致他的这个囤货比较高 然后呢 他的这个货品的这个发送的速度啊 主要是海外往澳大利亚用的这个速度呢 是大大下大大减慢 这就直接导致他的记录销售虽然高 但他的确认销售呢 跟不上 在现金流上呢 对公司的这个影响呢 是多少有一些负面呢 那么啊 与此同时呢 他的毛利润率呢 还是比较的高的 主要的原因呢 就在于啊 这是他自己呢 这个去直接去制造商 去这个订购啊 并不像 看不上 有很多第三方的产品在 只在他平台上的进行出售 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啊 我们刚才除了讲到了 就那个 尼克斯卡利 他自己的这个货运啊 受单个的这个问题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他的利润看上去啊 似乎增长了 几乎是翻倍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情况下 啊 这一次他的利润的增加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呢 是政府补贴 那么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呢 加在一起呢 可能是有四百万以上啊 甚至呢 更多啊 有大量的这个政府补贴给到他们 因为他们是实体店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后续的几年当中 不会再次重现 是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是我们在研读他财报的时候呢 非常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点 那么啊 总体来说呢 如果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呢 我这边做了这两个公司 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两个公司虽然同处一个行业 但是呢 他们的商业模式的这个不同呢 使得什么呢 使得他们的这个财务表现 有比较大的区别 比如说呢 这两个公司所处的阶段是不大一样的 那么TPW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是远远远远远超过了这个Nixgalley 然后呢 我们这边主要呢 这个记录的是实际的销售的这个收入 而不是Nixgalley的这个记录销售 但是还没有送到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的收入增长呢 Temple Webster是一个倍数据的增长 和Nixgalley呢 其实只有20% 当然20%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企业来说呢 已经不低了 但是和Temple Webster比呢 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毛利率呢 Nixgalley呢 是显然更高一些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 Temple Webster呢 上面有不少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非自营的这个产品 那么 EBETA Margin呢 就更加明显 因为Nixgalley呢 它的这个规模和它的商业模式呢 它已经长期处于一个盈利的状况 Temple Webster作为一个线上电商 而处于一个早期增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它EBETA呢 这个数字呢 还比较的这个低 刚刚开始从烧钱的逐渐转为正向现金流 这显示呢 这两个公司所处的阶段呢 是不大一样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从客户的这个选股和投资人的角度出发呢 通过我们的刚才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Temple Webster是处于一个更快增长 而且它的量其实你不小了 目前呢 已经来到了一个多亿的销售 这也是为什么呢 从目前的市场反映来看 如果我们看两个公司的股价对比图的话呢 从去年疫情之后 虽然两家公司都存在的是受益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但是呢 Temple Webster的涨幅和Nixgalley是不在一个级别上的 而这样的一个不在一个级别上的涨幅 更多的体现出的是Temple Webster 它的整个的这个增长性呢 是远超Nixgalley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多次的这个 澳财的这个研究当中和分析当中 包括我们的澳财智库的一些推荐当中呢 都提到过 我们对Temple Webster是一个相对更加看好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 它的股价呢 在最新的这个报表这个发出之后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滑 这主要是因为之前呢 所有人对它的这个股价的预期呢 显得特别的高 因此呢 出现了一个 它的这个财报公布之后呢 反而小幅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不得不承认这个公司的长期的高速增长 依然没有停下 而且呢 公司的所有的这个数据呢 都显示它处在一个正确道路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个人呢 觉得可能Temple Webster在未来呢 还会有不少的机会 尤其是在短期下跌之后呢 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的手续说的节目 可能说的稍微长一点 那么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些形式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分析 也希望呢 大家多提一些意见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未来呢 进一步改进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